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要知道了解老师的操作的一个技巧的话 待会你记得先把手机拿起来 然后我们先扫一下这个QR Code 扫一下QR Code 按赞订阅加分享 把小铃铛开起来 这是老师的风行操盘式的YouTube频道 未来老师的盘后节目我就会放在这边 甚至有一些解盘的一些技巧 看盘的一些技巧我都放在这个频道里面 所以把手机拿起来 扫一下这个QR Code 我们倒数计时 5 4 3 2 1 好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OK 那今天的盘式呢 我相信各位投资朋友们一定很恐慌 因为加全股价指数早盘 开高一点点 后面又下差了将近白点 那当然大家看到这种行情一定会觉得 是不是台股要翻空了 是不是台北股票市场从此之后就完蛋了 那我必须跟各位投资朋友们讲 涨跌之间一定有一些理由 他们一定有一些方法 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像说我在12月14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说 低档布局好股票历史新高 你会数钞票 当时加全股价指数是跌172点 他是中错172点的幅度 我告诉你会创历史新高 我以前在说的时候 大家当作我笑的 每一个人都说 哪有可能你拨成这样 拨成7 3 6 5 5人 照你来说应该要放空了 可是有一个看得见未来的男人 他就告诉你 未来台股要创历史新高 所以你就看到12月14号 加全股价指数在这里 他在这种连续 1 2 3 4 5天的重错当中 我居然告诉你 未来会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验证给你看 是不是完完全全 一模模一样样 真的给你创历史新高了 但是你觉得洪老师只会看涨吗 没有 我还知道什么时候要休息 所以我在1月4号的那天 我告诉你说 融资过了 你不要追高 你要等待拉回 你要等拉回 所以我说从这一天开始 台北股票市场会有一些回档 它会开始跌 所以1月4号的位置在这里 这就是1月3号 1月4号台北股票市场 创新高的时候 那时候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市场上的专家 就告诉你 快哦 快来六五票 什么股票涨赶快追 你去追追看 你就去追追看没有关系 可是我从融资的角度 我看到的未来是什么 它要洗盘 所以它要洗盘之前 先跌的就是所谓的贵买的族群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哇 最近贵买跌好凶 那跌到这里 怎么办呢 很多股票被套住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能不能看得见未来 才是你在股票市场操作的重点 不是看涨而追涨 看跌在那边杀底 行情之间的转折 你怎么样去 把它做一个有效率的评估 这个需要时间 我讲实在的 我今天洪老师可以坐在这个台上 跟你这么精准的抓转折 我也不是一天两天而已 我是长时间每天去做观察 每天看一些讯号 发现了有一些异样 我才下去做动作 所以要跌之前 我都有清楚的交代 因为我从融资维持率 我就告诉你 1月3号那一天 原本的融资维持率 从179%跳到了178% 那我的融资还在增加 我的维持率居然会下滑 不对啊 那代表最近融资买股票的人 他们都在亏钱 如果我今天是主力大户 我看到的这个讯号 我会做什么事情 我洗盘啊 再怎么样我都把你洗掉啊 趁你病要你命嘛 大家一定之后听过这个嘛 趁你这种融资维持率 在那种涨不上去的过程 我就把你杀掉 所以你就看到融资维持率 就一路的往下滑 有没有 融资还在增加 结果融资维持率从179 掉到175 甚至掉到了173% 那你觉得掉这样就没了吗 没有继续杀有没有 给你杀到了169%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为什么大盘会跌 很多人跟你讲病毒啊 欧美恐病毒很厉害 进入到台湾 所以台湾刷赛了 有人告诉你美国升息 美国升息之后资金会外流 所以台股刷赛了 真的是这样吗 你去想想 在没有病毒之前 为什么我就告诉你 行情会跌 那时候呢 美恐病毒也没来台湾啊 那时候呢 美国也还没升息 我就知道说 行情要先做回档嘛 那这些回档最重要的主因 并不是我刚刚讲的 这两个原因 如果你看错了原因 那未来台北股票市场涨上去了 病毒还是存在 美国还是升息 为什么台北股票市场会创新高 所以问题的症结点 其实就是在于融资的部分 所以我一直交代各位投资朋友 不要用融资做股票嘛 不管你是我的会员 你是我的会员 都没有关系 重点不要用融资去做股票 你用融资去做股票 人家就要把你洗掉 所以啊 我说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在融资的部分 那居然融资已经来到了169% 我说这个叫做融资维持率的低点 上一次来到169%的时候就上去了 来到160几%就上去了 所以你到这个地方你才在恐慌 人家要准备要买股票了 该买股票的时间点已经来了 结果你的老师 你的所谓的市场上的专家都在恐慌 那我说我讲这个是起来有事的哦 因为未来呢 投机已经开始在降温了 投资它要回来了 主流它要再做转换 那新的主流会取代旧主流嘛 很明显就是这样干啊 他们每次都这样做啊 所以你去追以前很强的股票 我告诉你的风险很大 比如像说 我们今天把鸡蛋跌停板的股票挑出来啦 4946的这个辣家有没有 今天来到跌停板 哇 它之前也是大涨上来啊 是不是这一波涨上来之后 你的老师之前都没买 这里叫你去追 追了之后马上就 两天 摔死啦 这个就是追高的后果嘛 3687 Oh My God 有没有 没赚钱的公司居然可以这样跌 居然可以这样涨 那当然你要恢复 当你的投机开始降温 你就要恢复你原有的价值 所以他们在跌嘛 所以包括了6111这个大宇支 之前都跟元宇宙扯上边 只要跟元宇宙扯上边 今天就摔了 那不用讲啊 我讲很久了 2498宏达店 你90几块去买宏达店的 你90几块买宏达店的 到今天为止破底创新的呢 要不要怎么 你的老师也不会帮你啊 他就叫你逢低再加码 对不对 可能今天跌下来 我再买 我再买 如果他只有这一招的话 我告诉你 那你自己做就好了 所以我说 包括2388的威士 现在人家这一些 投机性的标的 已经正在摔了 你不能再去买这种 投机性的股票了 拜托一下好不好 拜托一下好不好 包括连5351的预创 都破底创新低啊 这我有没有提醒过 一天涨停 一天跌停 直接把你吞噬掉 吞噬完了之后 你向上空间有限 向下风险就会很大 这都是 所谓的元宇宙相关的族群 可是你避开这些就好了 你不需要去做这个嘛 像我们手上的股票 3484的松腾今天怎么样 涨上来的啊 你最瞧不起他的 我在买松腾的时候 宏达电还比较贵 今天松腾比宏达电 还要更贵 黄金交叉咧 怎么会这样 好公司好股票 价值被低估 你买这种股票 你会吃亏嘛 包括6438的讯德 我说台积电工艺电 今天来到了120块钱啊 那会不会创历史新高 差5块钱就创历史新高咯 未来的EUV机台 光照合的自动化储存设备 所以我说 我不需要去追市场上面 很热门的标的嘛 我只要把我看到的机会 给他做好做满就好了 强势股拉回站站买方 来去做切入 那重点是 你的买点是对的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无穷大嘛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未来的行情就是两大族群 一个叫做车用 一个叫做半导体 之前太空我们做过一段了嘛 那太空我们就忽略了 接下来就是车用跟半导体的时代 这两个机会来临了 那他们这些主力大户要买 他一定给你制造恐慌 告诉你什么 Omicron病毒啊 告诉你什么 美国要升息啊 美国升息又怎样 美国升息就没有股票可以做嘛 美国升息 他为什么要升息 因为经济太好景气太热 他当然要升息啊 那你在升息的时候 有一些投机性的资金 他自然要撤退 可是呢 投机性的这些资金 他就会回来了 所以我说你做任何的股票 你要搞清楚方向 所以包括连2330的台积电 我说600块钱以下你买台积电 你到现在会了解吗 不会嘛 可是你不想买啊 为什么不想买 因为你嫌他大支 因为你嫌他慢 因为你觉得这种股票 他不会让你赚钱 那事实上 真的会让你赚钱的股票 就是你在嫌弃的这些 你买航运 买钢铁 买元宇宙 哪一个部分 哪一档股票 到你到现在为止 你赚得比台积电多 没有嘛 那为什么不买他 你偏偏要去 去找一些风险性很高的 然后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来去做布局 我觉得说 我们如果可以做到低买 我们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很小 还能够赚得到很多钱 这个才叫做高招 这个才叫做一个超盘手 真的会要做股票的啦 所以看得见未来很重要嘛 很重要很重要 我要带你走在趋势之前 尤其是我上次跟大家谈过了 台北股票市场 来到这个位阶点 差不多了啦 准备要落地了 我不是欧白说的 我都有数据给你看 包括融资余额的部分 融资维持率的部分 已经来到低档了 你现在还在害怕 你现在还在恐慌 那你就会错失一段 很大很大的行情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进入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帮助您不再旺堂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 新年新气象 古年抢豆乡 古古顺风大领红包 358 让您今年一定发 358 运达投顾 让您今年一定发 数据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震 5-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 就对了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想收看我盘后节目的 麻烦你扫一下 拿起手机扫一下下方的QR Code 老师的频道里面 会把我的盘后解析 甚至未来哪一些市场上的主流 我都放在这个盘后节目 再来跟大家聊 台股最近虽然做了回档 但是你不要害怕 都在预料当中 你只要做到一件事情 太若留强加马强 该换的股票你一定要换 就连我洪老师 我都会有做错股票的时候 但是我做错股票我不会留念 只要他跟我的走势不符合 没有去达到我的期望值 那我就会把它卖掉 卖掉之后抽回资金 然后我们找下一个机会点 再去做布局就好了 那你只要可以维持一个 这样子的节奏 这样子的心态 我相信呢 未来在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你满手都是赚钱的标的 你会越赚越多 你会越来越开心 那当然很多人会讲说 哇 现在的行情很恐怖 对 因为有Omicron病毒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病毒 真的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话 那我们的防疫族群 我告诉你它会涨翻天 但是你从今天的结构上来看 除了我刚刚讲的 元宇宙今天在产跌 还有谁在跌 还有所谓的防疫族群在跌 包括4133这个亚诺法 今天也是打到跌停板 检测事迹照理来讲应该要赚 可是为什么会跌 因为其实需求 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好 康纳湘口罩股今天也中错 对不对 甚至清洁剂的毛宝 今天也是中错的一个格局 那为什么这些股票在跌 公司贪钱有人会先知道 先知道先买股票 同样的公司如果没有这么好 也会有人先知道 先知道就先卖股票 先卖股票技术分析就产生了讯号 所以你就看到说 今天的结构里面 有两块很重要的族群 一个叫做元宇宙在做回档 一个叫做防疫概念股在做回档 那这些资金抽出 他会找新的方向去做布局 他会找新的主流来去做迈进 所以我觉得车用跟半导体 还是未来市场上的最重要的一块 那包括半导体 我们全台湾最强 台积电最厉害的 然后车用 车用就是未来市场上的主流 特斯拉供应商当然就会水涨额穿高 你说电动车市场就这么一年两年吗 不会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全世界的汽车油车 都要换成电动车 那你想想看这一块的商机有多大 那以前我们在那种油车的时代 我们输给日本 我们输给德国 可是未来在电动车的时代 那个电动车它是电子产品 你不要把它想作是机械产品 它是电子产品 电子就是我们台湾的强项 那我们台湾未来在电动车市场里面 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时候 你想想看 未来的鸿海可以跟日本的丰田去做比拼 那商机有多大 那是真的坐得怕死人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看好车用跟半导体 因为车用很好 会带动整个半导体的需求起来 一支手机它用到的所谓的晶片 顶多三到四颗 那你一台一台汽车 它会用到的晶片多了 你的车用电脑里面 你要高速运算 你要能够计算说 我现在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甚至你要去控制你的灯 控制你里面的这个娱乐系统 那都是晶片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 它的产能会塞到爆掉 现在是大家拿钱去等 等台积电的产能出来 所以台积电不缺订单 那不缺订单的情况下 它就一直积极的扩厂 包括南科四个厂 包括新竹宝山 包括现在美国六个厂 日本还有一个厂 欧洲未来还会再开厂 那个台中高雄 都要再做建厂 那这些产能一旦开出完 你觉得台积电会不会爆发 这整个产能全部开出来的话 台积电的订单全部可以满足 那个EPS是整个三级跳 啪啪啪啪啪一直往上跳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我要一直focus在台积电里面 甚至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包括三幅化我在买的时候 因为你要用 你的产能增加 你的农季使用量会增加 你的农季使用量增加 你的回收就会增加 全台湾就只有这么一家在做 就只有这么一家可以做到 半导体农季回收 所以量占比才会出现一个改变 一千五跳升到三百 公司探钱有人会先知道 先知道先买股票 先买股票技术分析产生讯号 强势股回来 当然就站在买方来去切 我都没叫你记录 我绝对不带你去追股票 为什么不追 因为你追股票风险很大 如果你是追在这个高高的位置点上面 你可能在这段时间 你就已经器械投降了 因为你这样已经撤10%了 10%就吐给他了 那你在卖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下去做切入 因为很多人做股票的方式是怎样 带量突破下去追 一追就套牢 套在这边 赶快停损 停损完 停损完就是我进去的时候 所以六七点四元满 我也没有掌停板画个圈圈 还可以回溯回来 告诉你说这支高费 我买了掌停 没 当时的现行就这样 当时的价位就这样 抠讯为证 会员为证 当时的走势图为证 我没解过 我绝对都没解过 那你的买点是对的 后面涨停板上来才可以赚钱 大家都觉得赚一根很开心 没有我要赚大的 所以到11月5号再来亮灯涨停 11月8号洗了一趟 因为我买在低点 所以洗了我不怕 后面才会再来亮灯涨停 到11月10号的时候 我说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支股票我还要再买 可是我要等它拉回 回来的时候 11月19号83.1元再买第二趟 后面101块亮灯涨停 我们开始创新高 101创新高涨50% 50%你叫洪老师 这样探过来 不够继续来 116 72% 123 82% 130 93% 141.5 110% 翻倍了 然后再来 162亮灯涨停 162涨140% 178涨164% 187.5涨178% 低买的 67块钱买 83块钱再买 你不要说你买的67.4 你83.1 你有跟我再下去做布局了 这样也是贪一倍 他是谁 台积电供应商 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所以我说不要去追股票 不用追股票你可以赚到钱 那你要不要追 你在低档的时候你可以买股票 你知道它会涨 那你不会去想要去追高 你就觉得说你都买管 你的老师都带你去追 一追就套牢 那你这种低档的你不买 然后涨上去了都没有 你的老师后面怎样 看到我的股票在涨 好他也要来参与一下 一参与呢 我记得在187块钱 很多市场上的专家在推荐 可是我呢 我就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三幅化短期涨多会被警示 当时候还没有被警示 可是我已经预判到他会警示 波段还有空间 手中持股续报 空守者必须等拉回再做加码布局 我觉得他还有空间 可是你要买 你要等拉回 不能急躁啊 同学 该买的时候 我会叫你去做切入 该买的时机点 你要跟上一个会做三幅化的老师 所以我说三幅化跌啊 187.5摔啊 你的老师套在这边 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那我呢 我那都贪八八了 我再给他五四三的 我没在查那些啦 但是我还要再买 我说我还要再买 台积电的供应链 你觉得容计回收是一天就结束了吗 当我的产能一直在扩张的时候 让台积电的产能从一顿变成三顿的时候 你觉得他的EPS会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150块钱 真的太便宜了 该买的时机点 我会带你去做切入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所以你真的因为他被套牢的 你要来找我 你要知道说 你要怎么去操作这种标股 如果你之前有买过它 很快被洗掉的 你也要来找我啊 怎么报股票 这才是重点嘛 所以我说未来的机会 你就是围绕着台积电 包括讯德的部分 我当时跟大家谈什么 EUV自动化设备 对不对 那当时12月22号的时候 价钱才109 那大盘跌呢 昨天跌下来我也告诉你啊 现在今天创新高啊 跌下来我也因为它跌下来就不讲了嘛 没有我还是看好它啊 那它都还没有爆发 我说125块钱突破上去 就是它准备起涨的开始啊 差一点点 差4块而已啦 那会不会创历史新高 我们就等着看嘛 那包括圣医的部分 当时我在买特用化学品 我也不只买三幅化 圣医一起买啊 获利创新高 138块钱买 164块钱创新高 169.5元创新高 183块钱创新高 有没有 这样有贪钱吗 有啊 所以这就是台积电相关族群 你买那些什么元宇宙 买钢铁买航运 它都没让你赚哦 可是你买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它是会让你赚的嘛 所以你要搞清楚方向在哪里 现在钱就是往半导体去移动 那你还在迷恋过去的荣耀 那我会觉得你错失非常多 你会错失一段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说我把机会都准备好 切入先进制成2022年获利会大爆发 你要不要买 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量占比1000跳升到110 这个看得我非常非常的兴奋啊 根本就是三幅化的翻版嘛 那时间来了 我自然会带你去做切入啊 大盘最近在跌它也没跌啊 我觉得它很棒啊 能够历经大盘回挡 它能够撑下来 哦那它就是未来的主流 未来的机会 所以呢不只在半导体 包括在车用的部分 也是一样 今天呢我停损了一档股票 停损也要讲 该换的股票我会换啊 我不是那种死爆活板 跟你说每个股票都账金办的啦 像这个哦 工业电脑我当时看 看它 量占比1000跳升到170 但是我设定好停损在月线 今天跌破 跌破我们换股 小赔嘛 小赔了之后呢 我把资金转到这一档股票 车用材料技术领先 量占比1000跳升到300 每一次跳升上来 哇这个都是大量长虹 大量长虹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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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了啦 那你要不要下去做切入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啊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它会越过 那它越过之前呢 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呢 我有专业 你有资金 我们携手合作 我们一定可以共创双营 现在呢 为了降低你的成本 新年新气象 虎年抢头香 虎虎胜丰 大领红包358哦 那年后可能会再涨价了哦 希望各位同学 趁着这个358状案 赶快拨通电话 跟上脚步来 感谢大家接受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 新年新气象 虎年抢头香 虎虎胜丰 大领红包358 让您今年一定发 358 运达投顾 让您今年一定发 数目专线 027810909 27810909 点赞 字幕呀 记得 戏 说明天